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話說俄烏戰爭已經進入到第44日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頻道採訪時 首次承認俄軍在烏克蘭是遭遇到重大的損失 而且他還說 俄方盡心盡力要結束這場軍事行動 而在昨日 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烏克蘭版本的租借法案 意味著日後 美國對烏克蘭的軍備援助將會不斷升級 而美軍也承諾了要對烏克蘭加碼提供6萬套反坦克系統 至於在今日較早時份 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火車站 據報遭到俄軍炮彈襲擊 造成最少40人死亡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回台務情況 由於我們在今個星期一 即是清明節假期之前那晚 已經做了一次的直播節目 所以今晚暫時不會有時 到底具體的日期是會在明天還是星期日呢 我們就會再在明天的恆常節目當中 是會向大家宣布的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和踴躍支持 至於如果想聽我們的直播重溫 就可以加入成為我們的YouTube頻道會員 或者是Patreon會員 有足本的重溫系收聽到 我們上一次的直播 都有三個多小時 講回這一次的主題 就是俄乎戰爭第44日 克里姆林宮 卻之承認是蒙受到重大的損失 俄羅斯國防部較早前宣稱 自從2月24日 對烏克蘭發動所謂的特殊軍事行動以來 已經有1350多名俄軍是拉柴 三千八百多人是受傷的 而在今天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在接受英國天空新聞採訪的時候 就說這次不是一場戰爭 而是一場有必要的特殊軍事行動 因為俄羅斯在2014年佔據了克里米亞之後 烏克蘭就成為了反俄的中心 總之就否認這個是戰爭 但是怎麼說都說不出 因為全世界的目光都已經聚焦了在烏克蘭 事實上俄軍就是干犯了戰爭罪行 是不能走雞的 一定是要大審判的 佩斯科夫就承認 俄軍是蒙受了重大的損失 這個對俄國來說是一場重大的悲劇 他還說俄國軍方已經盡力地 要結束這場軍事行動 希望在可見的將來 能夠達成目標 或者會通過俄烏雙方的談判來實現 這就證明得到 實際的情況 肯定是會比起佩斯科夫所敘述的更加慘烈 在講俄軍方面 也不需要有陰謀論走出來說 俄國現在只不過在這裡買時間 在這裡買時間 他就在這裡借這個時間 來重新整頓軍備 部署在東部頓巴斯地區如何如何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什麼爭取時間空間 因為在過去的44天裡面 俄軍的底牌已經是露餡了 他就不是以往 大家想像之中那麼強大的 是會被烏克蘭的團結一致 而打到一旁一旁 所以才要撤出烏克蘭北部 所以我不相信他再在這裡買時間 或者爭取空間 反而你也說 他就是承認的一個事實 就是俄羅斯比起烏克蘭 更加想盡快結束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來講 對於俄軍的戰況是相當不利 再這樣拖下去 抗日持久 俄羅斯只會不斷消錢 而且是屢租西方的制裁 不斷加碼 他的資源賣不出 要賤價賣給中國和印度 現在普京叫做偷雞不到蝦渣米 所以好幸來和談 好在英國首相約翰遜 一早就看穿了普京的事情 已經打了電話給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 叫他省定些 在俄烏會談上 不要有太多領土問題上的讓步 因為一樣的話就不能回頭了 這個已經是上個星期打給他了 根本證明英國的情報很準確 是高瞻遠足 反而來講 有些歐盟國家 之前還想推烏克蘭去妥協 包括這個動巴斯地區 包括克里米亞的主權 想烏克蘭妥協 來草草結束 以換取 不用禁止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 現在不用玩了 因為俄羅斯根本上是求和的 這個態勢很明顯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美國參議院在昨天通過了 2022年烏克蘭民主防衛租借法案 就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第一次再度通過類似的法案 上一次用到租借法案的時候 美國向當時抵抗納粹德國的盟友 即是英國和蘇聯 提供軍事援助 這個法案目前還需要在眾議院獲得批准 並且由拜登簽署才是生效的 官乎在參議院的投票結果 在眾議院過了應該是沒有難度的 因為參議院是一致通過的 沒有人反對 這個法案目的是為了授權拜登 可以不需要在國會批准的情況下 快速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另外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所說 美國會加碼 對烏克蘭提供多6萬套反坦克系統 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到 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反坦克武器數量 就是俄軍現時在烏克蘭所部署的坦克數量的10倍 如果計算美國盟友的援助 烏克蘭獲得的反坦克武器數量 和俄軍的坦克數量的比例 就是90比1 即是用90個反坦克系統 來對付一部的俄軍坦克 所以 現在俄軍就算說到 鋼鐵紅樓那些人 小粉紅藍絲 吹到天花龍鳳也好 你怎樣鋼鐵紅樓呢? 90對1 被人炸到落花流水就有 稀巴爛就有 所以俄羅斯這次是輸定的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當然現在還有些城市很慘烈 包括馬里乌波爾 繼續圍城 這個南部的城市 克爾松 又未曾完全光復 反正現在俄軍就叫做進地一步 將所有火力集中在烏克蘭東部地區 但也不見得他取得了絕對優勢 因為很多西方國家 都對烏克蘭提供了軍備援助 根據英國《太陽時報》報道所說 英國國防部是在考慮 最近派出鵬犬防護巡邏車 或者是豺狼裝甲車 提供給烏克蘭的 作偵察或者遠程巡邏的用途 而英國政府也會在未來幾天 宣布對烏克蘭提供進一步的軍援 包括提供反戰車和防空飛彈等等 另外法新社就報道 捷克國防部和斯洛伐克國防部都提到 烏克蘭當局請求兩國協助維修 在俄羅斯軍隊入侵期間 戰鬥時遭到損毀的軍備 捷克方面和斯洛伐克方面 都承諾了會幫助烏克蘭的了 而捷克在日前也證實了 會向烏克蘭運送十幾輛T72M主戰坦克 以及是BVP1的裝甲運兵車 是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第一次有外國向烏克蘭提供坦克的裝備 所以這些叫得度多助 至於愛沙尼亞駐烏克蘭大使館發表了聲明 已經將包括反坦克飛彈、榴彈炮、反坦克地雷等武器裝備 移送給烏克蘭 愛沙尼亞業界還會和烏克蘭政府和軍方合作 向烏軍移交一系列頭盔、防彈背心、通訊設備、無人機、夜視儀、雷射測距儀、醫療用品 以及化學防護服等的裝備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今早早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俄軍那群爛坦 又在暗中去轟炸 位於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一個火車站 造成了最少40人死亡 當然俄軍方面又否認了 他們的辯解就是 我們早就沒有用到這款導彈 誰知道被BBC發現到俄羅斯說謊 好了 我們看看今早早的情況是怎樣 在今早 烏克蘭的官員說 一枚火箭擊中了東部城市 克拉馬托爾斯克的一個火車站 造成了最少40人死亡 路透社的報道就說 該區的州長就提到 車站是遭到一個雜速彈弱的襲擊 而最近幾天 有幾千名烏克蘭人 就使用了這個 克拉馬托爾斯克車站 逃離烏克蘭東部的 因為俄軍宣稱他們的軍事行動 將會重新集中在這個東部地區 俄方就否認了 有對火車站進行針對性的打擊 總統扎寧司機就駁斥了俄國的否認 說俄軍是在行駛一種沒有限制的邪惡 好了 這個就好像是 哇 你有你講他有他講這樣 現在就已經是 造成了我最新看到的消息 是50人死亡 38人在火車站當場死亡 另外在現場受傷的12人 後來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預計有更多人出事 我們看看現場的情況是怎樣 那個導彈的殘骸 其實是在火車站附近被找到的 上面寫了一些俄文的短語 寫什麼呢 寫著為了孩子們 根據BBC的報道所說 就說這一句俄語 它的意思就是說 並不是針對兒童 而是為了支持兒童 或者報復對兒童的襲擊 而發射出來的 根據俄羅斯媒體的報道所說 就說他們的國防部 就已經是宣佈了 早在2019年 就已經是停止部署 使用這些所謂的托卡奇U 戰術導彈 就說這是由烏克蘭武裝部隊才用的 俄軍沒有用的 俄軍是轉而使用了更現代的導彈 這肯定是說謊 為什麼呢? 雖然我還沒查證 BBC查了 我的說法是怎樣呢? 就是說俄軍根本上 連二戰年代的博物本級武器 都可以搬出來用的時候 2019年才停止部署 你怎麼會沒有用呢? 沒有說謊 用常理也能推測 好了 不要用常理推測 用事實來證明 BBC的調查記者 有做到一個fact check 他們說有證據表明 俄羅斯軍隊在2月24日 對頓內赤克州的一家醫院 發動襲擊的時候 就是有使用到這款 托卡奇U戰術導彈 當時造成了四名平民死亡 根本上你就是繼續有用 用完又不承認 俄軍就是這樣走狗 做完那些事情又不肯承認 那你有射就有射 做完這些陰濕的事情 又說沒有份做的 沒有用到的 誘惑別人自導自演 真是白癡 國際特赦組織的導彈調查員就說 從這件事件有關的武器廢料照片 就確認到 是從托卡奇導彈來射出來的 這款武器通常都不準確的 經常偏離目標半公里 甚至乎更遠 烏克蘭國防部就說 在3月19日的時候 俄軍在勞金斯克地區 也有使用到這款導彈 而烏克蘭軍方 就用他們的防空系統 擊落了其中一枚導彈 所以大家的判斷是怎麼看的 我就認為是俄軍所為 因為他們做完那些陰濕的事情 全部不認 在撤軍的時候 到處買地雷都敢死 去射醫院又試過了 射火車站有什麼奇怪的呢?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